公元1799年,中书大臣和申被捕。 这一消息传出,造成的震撼,绝不亚于成龙在不久前去世的消息。 此时在朝中长期担任内阁大学士的刘忠,又在做什么呢? 刘勇跟和申之间的关系,一直是民间新书场用的题材。 刘勇被塑造成一个睿智、清晕、改于跟大贪官和申做斗争的形象。 而在真实历史中,又有一些不同。 和申跟刘勇,这两位都是前龙时期非常重要的大臣。 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 刘勇跟和申的家庭,都是关坏人家。 和申的父亲曾任福建副斗筒,属于正二聘官员。 刘勇的父亲一别更高,曾担任过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的职位。 军机大臣掌握实权,内阁大学士官却一品。 这两个职位在清朝都有宰相的称呼。 不过,和申是满洲正红旗出身。 在乾隆时期,八旗官员会比汉人官员地位更高。 所以,他们两个人的起点,其实相差不大。 刘勇后来得以踏上师徒,更多是依靠自己的本事。 他在科举考试中,顺利考证进士。 后来又入选汉林院术集市。 汉林院在清朝时位置特殊。 一直有非建士不得入汉林,非汉林不得入内阁的说法。 刘勇得以入汉林院,将来也就有机会入俄拜相。 和申则是克父辈的隐风,才获得官职。 不过,他们两人在年轻时,也各自受到了不小的挫折。 和申的父亲去世后,他在家族里就没了地位。 如果不是靠着一位老家,丁和偏房亲戚的必要,和申在家族里的生存,都会非常艰难。 想要获得官职,更是机会渺茫,更是很难有后来的显赫生事。 刘勇遇到的麻烦,也是来自受他父亲的牵连。 刘勇父亲因为办事失误,被皇帝送进监狱。 不过,刘勇情况稍好,他的父亲没过多久,就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,并很快重新授予重任。 在他上试图后,两人却又很大不同。 和申都是长期在中书机构办事。 像一开始担任的侍卫,级别虽然不高,却距离皇帝较近,可以被乾隆皇帝了解,得到更快的提拔任用。 刘勇虽然有调任中书,但长期在地方任职。 皇帝对他的印象,主要来自地方政绩。 乾隆中前期的阶段,刘勇的政绩一直不错,并且在地方上的名声极佳。 甚至百姓还将刘勇视为包公暂时,但是,到乾隆后期,刘勇的名声遇上,经常出现办错事情的情况。 这段时期的乾隆皇帝,欲交好大喜功,对旁人的建议,大多无法听进去。 季晓兰对乾隆的劝戒,也被乾隆当面斥责。 同一时间段,和申备受重用。 不可否认,和申确实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官员。 而且,他更懂得银河皇帝,讨乾隆开心。 所以,和申从领班大学是,经济大臣到九门提督等,兼任数十个职位。 而刘勇只是勉强受了一个体人格大学士的职位。 虽然这个职位也有宰相的地位,但乾隆一直不认受与刘勇。 乾隆受与刘勇替人格大学士的,时候是在嘉庆二年。 而在嘉庆元年提拔官员时,原本有资历名王入选的刘勇,却被排除在外。 乾隆让刘勇担任大学士的时候,还抱怨自己是因为没有人选,才会提拔他。 但是,又过了两年,也就是嘉庆四年的时候,形势发生逆转。 乾隆皇帝驾崩,改朝化带的时候到了。 和申虽然兼任几十个职位,但是真的跟嘉庆皇帝掰手盘的时候,完全不是对手。 更何况,嘉庆还使了手办。 他让和申负责乾隆方式,把他跟其他人格离开,然后成其不备,一举拿下。 这种情况下,其实和申仁有一丝机会。 毕竟他是朝廷中枢大员,皇帝要杀他,也需要足够证据。 毕竟和申深耕官场多年,当于众多。 而在这种情况下,刘勇主动为嘉庆送上和申的罪状。 刘勇为和申查明罗列的罪状非常详细,从横征爆炼,到搜光明之棉刀等二十多项罪名。 招招毕命,刘勇的奏书递上去后不久,和申就被刺死。 而在这以后,刘勇就重新开始展现他的才能了。 乾隆中后期以来,各处击毙击深。 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不整治,就可能断送江山的地步。 可是,乾隆后期,沿路闭塞,很多人根本不敢说话,只是一味道恶与奉称。 刘勇在和申被处死后,就递了一封奏书,专门讲如何处理曹运击毕的事情。 曹运是负责为京城运送粮食的,来往第一级大,腐败也非常严重。 不过,刘勇的这道奏书,并没有得到太多实际的推行,因为这种击毙,已经无法靠一两个人就可以跟出的情况。 但刘勇依然得到嘉庆皇帝重用,甚至在嘉庆离开京城,到任何行工时,把北京的事情,都交给刘勇负责。 而刘勇也一直工作在嘉庆九年,也就是乾隆跟和申去世五年后才去世,享年八十五岁。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,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《闹动外星人》,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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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